在马来西亚有几个这样看的英国纪念碑 在吉隆坡有一个,马六甲是这个,冰城也有一个 说的话,蒋介石当时也亲自提出了,叫忠贞族事 你有一点点忠贞的心已经足够了 旁边是我们这个华人小学,叫北风玉丹小学 所以那边是个小学 哈喽,下午好,大家吃饱了没有啊 今天是2024年2月20号 然后呢,这个八字是他讲说什么 是吗?是 家人对他的婚姻非常焦虑 因为有许多算命的说,他的姻缘很薄 然后呢,请问可以帮忙指点吗? 然后呢,另外这几年的流年运势如何? 目前呢,投资失败,然后呢,工作与人相处不好 然后呢,请老师不吝啬指点 好,首先我们要讲一个就是婚姻 记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不要一直以为自己的八字能够主宰一切 你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太阳 然后那个九个行星一定是运着你 是什么?围绕着你走的 不要一直这样认为,这个是错误的 你有八字,你的老婆也是有八字 明白吗?要看两个人的八字了 而不是看一个人的八字了 好像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妈妈 不是看两个人的八字 要连他爸爸的八字 三个人的八字 才能够看说他这个孩子好不好 明白吗? 因为如果父母亲赚得到钱 才能够给孩子好的一个生活 如果你单单从一个孩子的八字 去看两个人,父母亲好不好 那里可能 明白吗? 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就是太阳 别人都要围绕着你 就好像别的土星啊,木星啊,水星啊,金星啊 这样要围绕着你走 所以不要说,看一个人的八字 就知道说他的因缘很薄 这个是 bullshit ok 然后家人为什么会对你的一婚姻 会非常焦虑 这样你只要问回自己 或者是你要问回你的家人 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有这样焦虑 而不是发在一个网上 然后下面有16个留言 alright 你要信哪一个 我问你 所以 人啊 很矛盾就是在这边 ok 他讲因缘薄吗 我们就看他的因缘吧 一个男人 要看因缘呢 最重要是要看他的什么 彩运 本命八字呢 根金 生润水 没问题啊 地支 五火 克生金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他的本命八字呢 是一个地支应克食伤的八字 当应克食伤的时候呢 他就会 啊 很差 是 第二差 有第一第二嘛 他是第二差 alright 然后呢第一差 当然是日主备克咯 是最差的咯 他是第二差的 但是这个只是他的本命八字了 不是代表他整四人都是这样 因为 你要看大运和流年 如果你单单看本命你就能批的话啊 你不干大运流年的话 这样你批什么八字哦 明白吗 你看这个是不好 然后看这个会不好吗 没有啊 都变好了吗 为什么呢 这个大运一进来的话 38到47 38到47 OK 这个大运就变什么 根金 生 生 润水 克 丙火 丙火受伤 然后地支呢 五火 生 虚土 生 生金 看到吗 其实他的地支呢 其实他的地支呢 是很漂亮的 这个大运 38到47 是非常漂亮的 地支很漂亮的 然后呢 他的财运也没有受伤 所以你怎么讲他的婚姻薄呢 薄在那里 薄在那里 薄就是在这一边咯 就是财破硬咯 一个男人财等于什么 老婆 一个男人财 等于他的老婆 他的另一半 硬呢 一个男人的硬是代表他的妈妈 所以财破硬的话是什么 婆媳关系不好咯 明白吗 硬也代表家庭咯 就是说因为你的太太而死 你的家庭关系会比较差一点咯 你的太太呢 你的家人会比较不好 所以呢你不是有这种叫做什么 家人对他的婚姻会有一些焦虑 就是这样不了吗 然后你这么讲他的姻缘薄呢 薄怎么屁都有吗 然后这个大运本来是硬克食伤的 现在变硬生 比比肩生 时常都一连相生嘛 薄什么那里有薄 不要乱乱讲 ok没问题 只要你周旋在他们之间 alright 怎样做啊 是不是 金生水 然后水克火吗 拿什么来通关呢 甲木啊 不是可以咯 然后一个男人的甲木 观察是什么啊 他的孩子咯 所以你生一个孩子出来不是搞点咯 生一个孩子出来 啊 老婆又开心 妈妈又开心 这ok了吗 所以你没有孩子的话 今年很有机会咯 有生一个孩子咯 杀嘛 观察 就是代表一个男人的孩子嘛 所以你今年的话 是很漂亮啊 你整个 你整个今年的运程是非常好啊 就是变什么啊 庚金 两个 生 润水生 甲木 生 丙火 然后地支呢 就是五火 两个生 去土 成土 然后生 生金 所以你今年很好了吗 什么因缘 搏搏个屁啊 那好了吗 今年都很好吗 所以你就趁今年有运势的时候啊 趁今年有运势 趁这个甲木还在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甲木不在的时间段 尽量去修好你跟你家人和你老婆跟你家人的关系 不是好了咯 今年做好了 接下来就没有问题了吗 所以你的姻缘 你你的婚姻你去担心什么呢 当然还要看你太太的 这个人的太太的八字 但是他没有发出来 因为这是网络八字 啊 所以不能够讲什么 但是以他本人的八字来看呢 今年是没问题的 今年好的时机 我们讲八字是时机 你有好的时机 你就要做对的东西 这什么 尽量在这一年把太太和 家里的关系弄好 你的工作 太太和家人的关系弄好 那不是好咯 接下来不是没有问题咯 明白吗 所以其实八字就是这么看 很简单不了的 八字来来去去天干 必知二十二个字 然后加一个十神 才关比才关比十印 就是降不了吗 都没有什么好看了的吗 所以不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然后呢在对的时间段做对的东西 不要在这个甲木不在的时候 甲木有什么时间段会不在 就是甲 甲乙和嘛 还有呢 庚金会刻甲木 所以要避免在甲月乙月和庚月去修好 那你的关系就肯定好了 了吗 明白吗 因为这个甲木不在的又在采购硬了 又在 婆戏关系不好了 明白吗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吗 要做一个东西 时机 错的时候不要做 时机对的时候去做 那么呢就会事半功倍 这个就是八字 好吧 所以今天 啊 讲到这里了 明天再见 拜拜